本燈的訊 comics 明天隆 King 第一個是說蓋的那個建築石很特別 他是瓏洪嶼的一個建築石 在他生前蓋了八間戲院 那其實包括像大舞台在內的戲院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當然本身建築本體很華麗 因為它就是學了很多像 因為它以前受到日本式的營造商的影響 然後它也學了很多西洋澤宗式的建築 所以它都有很多很華麗的花草的雕屍 那另外一個好玩的就是說 若以現在都是發展的角度來講 它在蓋這些戲院的時候 它其實都在考慮說 當時候戰爭之後 就是名稱或是經濟比較不好 那它希望說這個城市的經濟可以復甦 然後人民生活可以安樂這樣子 其實高雄是發展的軌跡 譬如說就是從岩城區開始蓋 然後慢慢再往中都地區 中都戲院也是這樣蓋的 然後再往那個堅固路的現在的大華橋那一帶 稻台其實在當時候不只在高雄 它其實在台灣算是很大的戲院 人文方面就是說 其實這裡講到它的經營面 就是稻台戲院在六十幾年前 就已經最早打開那個 跟台灣複合式經營商場的那個先鋒 就是說 現在我們去看戲院大部分在保護公司裡面 然後可能裡面也有成民書局 然後也有其他的商場 可是稻台在六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這樣的想法 這有幾個層面問題 因為台灣在有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後 然後的確它可以讓很多的歷史性的建築物 有一個法院可以去保存下來 可是因為它其實這麼多年來 它也有很多問題是它的配套 現在的主要法院就是那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那以前在沒有這個法之前 其實台灣就是這樣的歷史空間 它其實很難留下來 可是現在有這個法之後 也有它性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法現在配套還不太夠 所以譬如說 現在常出現有情形 就不管說是民宅 或是像這種歷史性的公共的建築 那它可能產權是私人的時候 那很多時候就是 當它這個產權人聽到說 因為這個空間要被指定成普及 或是密集建築的時候 那他們就會趕快去把這個建築物 破壞掉 或說有些就常關火災啊什麼的 那這個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當被那個法律保存下來 變成是古蹟或是歷史建築的時候 它有一些的確你如果說 繼續要居住使用的話 它有很多困難 譬如說你今天下雨天漏水 那我想要去做一個防漏的工程 那你所有的工程 你不能說隨便找你隨便事務就來做 等它審核下來之後 其實可能三個月半年的過程 那其實對於最漏水的狀況來講 如果你是真的住在裡面的人 在使用的人 那其實它是很頭痛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台灣對於這樣歷史性的空間 它的公共性的價值還沒有共識 我一直就說像很多歐洲國家 他們譬如說 它一排街道老房子街屋 你的立面 其實他們對於立面的概念說 立面是公共財 就是說我每天市民 我在看這個東西 然後甚至我生活在這邊 我對它以前從小看到到 我這樣有歷史記憶 那其實這個東西不是 當然房子是你們家的 可是立面是公共財 所以他們立面會有相關的公共的規範 所以我一直說 他們在這方面會有公共跟私人的分野 那可是我們在這邊完全沒辦法討論 就是說 譬如說引道台為例 這麼大一個空間 它以前 你看有多少人在那邊看過電影 可是它到現在它就可以阻斷說 這是我們家的房子 就是其它它完全就是可以 其它意見完全一概就不停了 你是建立一個商業空間 而且這個商業空間 是以前大家在這裡面都一起笑過的 而且說 你也靠這個賺了蠻多錢 所以你到這個時候 你才主張說 這是我們私人財政 我覺得這個是 當然在法律上是合法 可是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台灣現在 對於這樣的歷史空間 也應該要去做一些檢討 跟想一想 九份有一個聖廷戲院 那個也是日本時代就在了戲院 然後 它也是在前幾年 我們每次就把它原來主導 然後就是重新活化開張 然後也是做戲院功能使用 那其實這個它在整個東方上 那就很有加分 像我 因為本來九份就有老街 有其他當地文化的東西 那你再加上這個點 它不是更豐富嗎 對 而且其實戲院 除了說內部 它是大家情感的連結以外 其實戲院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指標性的功能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戲院 它會反映那個地方的 生活產業區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 生平戲院 為什麼會有 生平戲院就是當初那邊礦工 那你礦工 他晚上沒有休閒醫院 他們就去看電影 所以反過來講 這些產業 沒落的時候 其實也是戲院 沒落的時候 是市府經營好 或是民間 其實 如果你問我 像現在的法規 跟台灣現實的條件 我覺得保安民間經營好 然後這個其實 最好的案例就是 那個台中的公園嚴殼 對 它其實就是民間的財產擺下來 然後他們 自己在做規劃設計 然後保存下來 現在也是台中一個觀光的景點 比起來就是說 我覺得這種會比關面 因為官方的 還是我回到剛上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官方形勢一定是依法行政 所以他們依什麼法 他們也是依文職法 所以譬如說 官方為什麼能夠進那個空間 他一定是 不管他是國定或市定 他一定要把它定成古蹟 那古蹟之後 他再依據相關的程序 他可能去請錢去維修 然後再可能在用OT的方式 再找場上進來 對 可是我意思是說 這樣子 他終究還是在那個 法的框架 因為說真的有時候 你要這個古蹟 說真的你要讓它可以 活化可以走得長久的話 有時候沒有辦法做 完全圓之圓 為了不動它 去做一個活化繩 譬如說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它裡面的電線 一定是重新要再整理過 可是你當你整理電線的時候 因為以前的線是埋在牆裡面的 那你是不是勢必 可能就會破壞牆 那你新的管線要怎麼走 就是你如果要看到以前的方法 你要藏在牆壁裡面 你也要重新在打牆 在做 其實這個 或者是說你如果在商業上 那成本很高 對 那可能你要讓廣線裸露的話 就有其他的設計的方式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其實你在活用古蹟的時候 會有很多現實的考量 所以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沒有現在這些法的 的框架的話 他其實法能可以更靈活去用 對 而且他比較也不會受到政治力的影響 因為你畢竟在公部門的管理之下 他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講來聽的這個市長 這個首長 他對於這個東西他支持 他就比較積極 那如果下一個 他對於別的產業比較支持的話 那可能這個就是會有他的問題 對 我覺得有時候 不是說哪一個絕對好 可是現在以台灣現在的條件 可能民間自己去 有能力經營的話 因為他一定會想說 我要怎麼生存 所以其實你不用去擔心他 會沒有傷心 因為他一定會想辦法賺錢 可是其實接下來的這個產學人 其實很 其實滿有緣的 就是這個現在的產學人 其實是當初我剛講 他附的是經營的 那個時代重要的推手 就是那個 林女士的 那其實這種東西 你如果跟他談 我覺得是有空間的 因為以前的片子剛開始在 在畫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字幕的 那大家聽英文也聽不懂吧 那所以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行業叫做辯識 就是他們就是在電影院前面 然後就是負責講 他們會在電影發音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講解釋片劇情 或是說母裡面的 他們會講給觀眾聽 他也不是發音 他也有點像是即興在講的那樣子 然後一般台灣大概西雲 像到台還有一個特別的 或是說 你可以去租那個耳機 然後那個耳機就像 他的座位上 就有那個像 可以進行耳機的插孔 然後你就插 租那個耳機 然後插到插孔之後 他耳機裡面 已經有預錄那個 台語的旁白 所以就是說 譬如說 當你看那個 亂世家人的時候 然後裡面就已經 講了 配合那個畫面 已經有台語旁白 所以他的服務 其實是很先進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當時候他的 他的整個經營的思維 有很前衛這樣子 而且因為以前的 宣傳說話 有一種叫水片燈毯 就是很多 明星隨著那個片上映的時候 就在那邊宣傳的 所以也會有這樣的回憶 然後他其實在 經營放電影之前 他有一段時間是 經營那個 戲劇 那其實 戲劇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灣 裡面的歌仔戲團 都 有來演過 那所以也有 八十幾歲的 就是 老人他們都還會記得 所以當時候這個 我們會突出補彈 那邊有名字 然後 他來到台 演出 然後 那個排隊的氣勢 會有很多 那樣的 對 所以其實大家 對於大午 可能 經營都有 很多 那其實超不完 其實所謂的 舊更新 是一個很 吊詭的問題 就是說 大家會用年齡 或者說他很不穩去看 可是我們講一個很實際 而且今天 大家 大家 譬如說一個二三十歲的人 其實 當你去到一個空間 他 你沒有感受過這種 以前 那種一個 廳院式的 電影院的那種空間的感覺 或說你去到一個房子裡面 你可能現在 都住在大樓 可是你沒有去過以前 房子 可能是用紅磚 然後是相關 以前 那樣照的建廠 其實 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講 他的感受是新的 這個東西 他是 很久的歷史 可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對你的體驗來講 你是全新的體驗 因為你可能 從哪個習慣住在 那個 RCE的建築裡面 然後住在大樓 就是玻璃文物的空間 所以我意思說 新跟舊 是一種體驗的 常在比較 其實房子 他也是一種 媒材 就是說 香蕉原子 或者說 影片 這種 媒介來講 他也是一個媒介 那 這個媒介 也可以讓你去 閱讀 可以讓你去看 去聽 去感受 它可以去摸 所以我意思是說 他對於一個城市來講 他本來就很能講 叫他的 文化的意義 那如果說 以戲院來講的話 他就更有他感性的 因為其實電影本身 就是一個 跨越時空的一個媒材 那我覺得你在一個 老的戲院裡面看 不管說你看舊的影片 或說你現在看最新的 當前的影片 其實他的感覺 會讓你更特別 其實只要會說故事的空間 就是他其實就有 他的歷史價值 其實會說故事的空間 對一個城市來講很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的文學 藝術 或是電影 其實相關的創作 都是從很多有故事的空間裡面 去產生 包括你可能在那邊寫劇本 或是你從那個故事 或是你從那個場景 得到什麼靈感這樣